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叫做物极 那么走青龙在《易经八卦》 他的先天的真理 青龙是属于寒水 寒水 右边右手就白虎 白虎属于火 焰火 后面 床的后面是属于金 钱挂为金 脚的地方是坤 坤挂 坤是土 土要生金 右边的手是属于灵火 左边是寒水 金水相生 火刻金 所以脑神经就会不好 就会影响到人的心情 那么我们的床位 很简单 你睡着 左手就是青龙 而右手就是白虎 而我们的床 最好就是尽量左手靠墙 墙是属于砍挂 是属于水 水要高 水要动 那才能够和脑神经 产生 相生 一相生的话 产生智慧 心平气和 若是右手 你靠墙的话 右手是属于火 火刻金 那那个夫妻吵架 吵不完 或是 夫妻之间的感情 也说不出来的感觉 原来感情很好 到最后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曹操 闹闹 这都是 住家 风水的问题 不是在于 个人的修为 和没有修为 有修行的 你竟然说 我可以忍耐 但是不能 一直忍 忍到最后 会爆发 一爆发 不口收拾 所以我们常常 去为人看 自家风水 床位 一定要注意 龙边 青龙方 要靠墙 白虎方 离墙 远一点 这样就能平衡 火轴的话 不幸的事情会发生 尤其 小孩子 小孩子的床位 你给他 虎边 靠墙 靠墙 是小孩子 日积月累 就不想读书 即使有时候 他都很乖 有时候 也是会遇到 一些不好的朋友 会遇到 一些 带 带他走上 偏差的路性 所以 风水学 这个是 上圣的 心法 这个不是 你所说的 说 哎呀 是迷信 迷信 就是没有 智慧的 才叫做迷信 你懂得 真理的 就是正信 所以 我们自己 能够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就是从 我们的床位 来做起 尤其 新风 新风 这个洞房 他的床位 尽量 不要靠 右边的墙 靠右边的墙 很容易 呼吸 莫名其妙的 心浮气躁 到最后 弄此不可收拾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 不拟 嫩 突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